好,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一些关于群的一些集合的标记法 那么如果 其实是一个群的时候 我们群里面一个子集A 我们会标记 然后A是群里面的一个元素 我们会标记 A0 就是所有 A里面的元素 G的力所组成的 的那个集合 然后另外我们还会标记 A 就是等于 AG 在A里面 这个也就是我们的 λm的A A的像 然后我们还有 A 反过来又乘 又乘A的像 我们还会标记 如果B 也是G的一个子集的话 我们也会标记A B 所以所有 A B这样子 然后A在A里面 B在B里面的元素 后面会用到 进行用到这样的一个标记法 来标记 这个群里面的一些集合 这样我们来证明一个 并里 有一个很基本的性质 如果 如果U 是 脱补群积的 一个开集 一个开集的话 那么 对于 对于 任意 子集 A 原素 A U 逆 AU UA 和 AU UA 都是开集 就是说 只要你从一个开集出发 你可以取它的逆 可以用一个元素 把它拉过来 把它往左拉 把它往右拉 或者你乘上 任意的子集 你得到都是开集 为什么呢 它证明 那首先 因为IODA 是同胚 那我们马上得到 这个UNI 是开集 因为同胚 总是把开集 它自己本身是个开映射 所以把开集 映射到开集上面 同胚是开集的一个 一一对应 所以 UNI 马上就一个开集 那么 同样的 因为 Lambda A 跟Rho A 是同胚 所以 UA AU 跟UA 都是 开集 那么第三个呢 再看 AU 其实是 所有 A里面 的元素 小A 把U 拉到 往左拉之后的 结果的 一个并集 然后我们 前面说到 这个每一个都是开集 然后开集的任意并 也是开集 所以这个也是开集 反过来 UA 是所有 A里面的元素 A 然后 UA 就往右拉之后 再取并集 那么这个 每一个都是开集的话 你取一个任意并 也是一个开集 所以下面的这些 这五个 集合 都会是开集 好 下面来给三个练习 大家回去思考一下 第一个 如果G是一个拓扑群 H 是G的一个子群 那么 H也是一个拓扑群 比如说 你从一个拓扑群出发 要把它当成群 要取任意子群 那么这个任意子群 也会是一个拓扑群 在子空间拓扑下面 也会是一个拓扑群 第二个 如果H 是拓扑群 G的一个子群的话 那么 它的臂包 也是 G的一个子群 并且是一个拓扑群 并且是一个拓扑群 好 这一个可能要 不要难证 我给大家一个提示 大家可以 先证明下面的定理 如果F 从X到Y 是连续的话 A 是X的一个子群 那么 F总会把A的臂包 映射到 FA的 臂包里面 大家可以用 这样一个 先证明这样一个小定理 然后再 来做这个练习 那么第三 如果 H 是G的一个 B B的子群 结果我们 从一个B的子群出发 B的正规子群 B的正规子群 我们有正规子群 我们可以做什么构造呢 我们可以取商群 如果H是G的正规子群的话 我们可以构造 商群 G除以H 那么G除以H上面 除了它是个商群之外 它还是一个商集 它是G抹掉某一个 等价关系之后 得到了集合 那么这上面 有个商托谱 那证明一下 这个G除H 在这个商托谱下面 是个托谱群 是个托谱的 是个托谱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